民眾一開始的確會有這樣的習慣改變以後 他的沒辦法慢慢接受 可是只要這個行為模式慢慢的定位他們習慣以後 他可以重新來接受 我記得我們一開始大家在推垃圾減量 甚至說你要加護垃圾落地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覺得為什麼要每天垃圾減量拿去丟垃圾 這個概念在國外可能比較難被接受 垃圾放在那邊垃圾減量載走就好 為什麼要垃圾不落地 可是我們發現到一個很奇妙的就是說 這個在台灣推行那麼久了 民眾都變得慢慢的變習慣 他都覺得說時間到了垃圾台 定時來我們就去丟 更有趣的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大家在丟垃圾桶時 形成以往我們社區工業化以後 大家彼此不接觸了 可是卻透過這個時段 大家晚上在等的時間會交流 無形中大家會談事情 藉由談的時候大家可以談一些社區議題 甚至說聊心你家裡的情形 促進人與人彼此的一個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所以也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這次如果慢一點來反而好 不是說要挑戰 我說這個大家因為發展出這個模式的時候 反而促進人與人彼此間的交流 我覺得這是也非常奇特的地方 好朋友 clinical 緊急著哥 罷動 panelists 感谢观看